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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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插进度粉丝月份 大置 incur weld begin 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先前15秒就位置在記憶下 強制推進行程度 正在前面之前已經 在記憶中參加了考驗 整個相當有問題 我們現在先進行方向 開始在記憶中 先進行方向 再次進行方向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回顾港府发展中医的经过 由199年设委员会规本中医 02年设办事处制定标准 03年设18区公司合办教育中心提供抹诊 以及上年年度 医管局假设将624亿的货款 分出减零2亿给中医家 我们可以见到的是 相比九成困益资金 一切福利培训由政府资助的公益西医行业 中医显然大大被限制场面发展和突破 而今天要审视中医 是否应该纳入公益医疗体系 就要看纳入后能否完善医疗制度 以及推动医学发展 而我方赞成辩题 原因有二 第一 弥补制度不足便利市民投医 18区中医教练中心的施纳 看似社区的功能中医医院 实际上它们不属公益体系的范畴 所提供的服务也不属于医管局的常规服务 所以获获的资助款額 在这本局的624亿开支中 只占不多于0.2% 这些钱需要支付每区中心的经营和盘分开支 化育室运作成本 中药、中草药和采购开支等 非牟利组织亦需自付亿规 服务规模亦大受限制 最后就由于东华三院2016书面指出 医疗成本被转嫁到病人身上 部分基层市民难以负担 不限了医疗选择 纳入公益医疗体系 能够得到政府更多金钱资助 舒缓自付盈规问题 令价格降低吸引更多市民 医管局重整系统亦能改善人手分贵不均问题 特别以示更多机会,要长连发展 中药需要推进研究工作 可惜在自付盈规的情况下 中药被迫集中时间看诊 资源有限亦限制研究成本 立法会议员李博伦亦表示 立入公益医疗体系 可以令中药有更大空间参与教练工作 推进中药发展 公益中药服务亦可以集中更多病人和案例 令教育研究更全面 第二,有助舒缓现时医疗制度问题 随着人口老化 管局对医疗服务需求不断增加 公益医院人手不足问题又迫切解决 需要香港医学会会长张天表示 公益医生照顾病人的比率达到0.9比1次 在香港任职医生的工作量多压力大 以至2018年公立医院医生生流的失踏率达到5.9% 创10年升高 根据医管局公立医院急症生最长的量透时间 足足8小时香港制度下注册中医 需要通过为期不少于5年的当地过程 实习和置业的资格考试 18区教研中心全年投诊的人手 更在过去3年一直稳定增长 2017年更达120万以上 可见中医有足够的资历执诊并受大众市民欢迎 中医共益化后可以提供多一个选择给病人 令公立服务更有效率 比起加快训练西医学人手是更直接的做法 最后想慢慢有方 当你认为中医房屋有没有价值 如果有请证明立入中医有公益 有重大的庇处 凌压我方的利处 否则愿是你应成立 多谢各位 凌压我方的利用 每一 Ngelo Robert 谢谢 视频 官ique或者作 Advent 执政证判有份儿做为大家 ک exp зал you 东西医两者在香港扎根已久 西医是公私营美统都有提供服务 而中医一直也通过私营诊所 教研中心作为诊证题台 直至今年的政府才打算 推援中西医学 точно占公 euros 并开始有发展中医院的打算 并因为这样 人家坊間討論究竟中醫服務 應不應該被納入公營醫療的體例 根據世衛堂衛生署對於公營醫療的目標和原景 公營醫療的架構首要目標是治療急性的疾病 但同時也要著重有效感染治療和防禦這些疾病 香港中醫目前投放最多的資源是在科研上 處理舒緩和減輕病發後的病症 尤其可見公營醫療的中指和中醫的性質 可以說是互相抵促的 一個是盡快用最低的成本解決最多病的需要 一個是進行科學研究深入的舒緩病患者的病痛 因此我方今天衡量給大家的証則 就是究竟中醫的發展和公營醫療的中指 和民族同色的體租 其實大家都想中西醫的發展能夠有進步 不過將中醫服務交入公營醫療體系 會拖低中醫的發展 因此我方今天就提倡將中醫院交給大學管理 同時政府正確按照2010年的施政報告 體驗出在食物及衛生局 合下成立專責發展中醫醫療的組別 和業界溝通了解業界的需要 去提供適次的協助 而我方反對的問題是基於以下兩邊 第一 兩者的執頌是各不同 獨立處理的話會更加輕鬆 公營醫療體系和現時中醫服務的目標 有很大的分別 前者著重於成本效益 後者著重於顧問陪員 和屬於舒緩性的治療 而舒緩性的治療 舒緩性的治療服務一向在公營醫療系統裏 是被受到忽視的 例如為活期的病患者 減輕痛楚的舒緩治療 由於公營醫療的服務 和公營醫療的服務不太相估 所以獲得的資源一直都是少之有少 在20年來都只有三百多張病床 只是足夠服務到癌症病人 而中風、沈水傑等 所有非癌症的慢活潛病患者 通通都會因為得不到資源 照顧不到 前舉可減正因為兩者的原則上不混合 如果假如將中醫放入公營醫療系統裏面 中醫將會在資源分配的優次次序放得比較厚 導致中醫業的發展中會被拖慢 甚至停滯不前 反觀獨立部款將中醫交給大學管理 就可以避免和罕見病的藥物、癌症研究 癌症檢驗科技等迫切的西醫藥物和科技爭取獲管 相反分開兩條舉 獨立處理、避免資源、挫賠和競爭 同時大學也可以自由地運用獨立的資金來做商業科研 令中醫不受港合成本效益的公營醫療精神啟炒 可以自由地發展 第二,醫管局管理不善 中醫的地位反遙避免 公營醫療體系在醫管局的核下已經有很多年 眾所周知一直都是問題繁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尤其是在行政管理方面 涉錢、人手不足的問題 過了十幾年來都未停息到 2016至2017年後 醫管局涉了15.5名最高的管理層 研究人工加 升幅達到3.4%至7.6% 可見在這麽有問題的系統裏面 肥上瘦、下育腰要延續 高層加人工 前線醫生做牛做馬褲也有得那麼少 導致醫生的喇召速度越來越大 再者有方認為 今天中醫的發展是越來越好 其實近年中醫師剛才開始 在香港站穩陣上就很認可 可以出一下醫生子 如果將中醫納入了公營醫療的系統裏面 可以參考內地做法 輔助西醫診症 只會重討陳文康 中醫師去上立法會的報告 並提及到中醫西派的問題 同時也會重新矮化中醫的價值和地位 如果明知行政管理上有那麼多扭門問題 連基前將中醫服務納入公營醫療系統 不單只令到中醫發育疫聯繫 更加又會像現在封立醫院的醫生 得不到應有的福利 甚至是流失大量的人才 在這樣的情況下 都堅持納入不只會拖廈出醫療 故事今日的問題出貝不成了 謝謝 反方主見 所有的時間為4分钟 沒有過時不須合憑 1號 賣2號 百分之1 吃1,8 3 20 3 8 8 9 9 8 9 7 10 8 1 9 中醫發展業不夠不夠呢? 中醫發展在近期來說算是越來越好的 如果現在發展越來越好 為什麼現在中醫發展不是研究這些新的中藥 不是大力的中醫發展 而是做了普通以前做的事沒有盡止呢 我剛剛這樣問 但現在中醫院的發展不是在於夠不夠 而是做不到的問題 他們現在已經 你是認為中醫治療可以幫助做到西醫 現在做不到的問題 或是不夠治療去做的舒適性治療呢 他們兩個根本對中醫治療不一樣 即使他們… 如果中醫治療可以幫忙做到舒適性治療 現在西醫做的 我們將中醫拿來供應治療體 是否正正幫助解決問題 首先不是的 因為我剛剛說過 中醫的足指就是 因為現在要慢慢科研 但現在就不夠治療 不如拿中醫治療體才可以夠治療 這樣才可以做到科研的問題 如果你將中醫放進這個工業醫院 看看是不是要負資金 如果大人放進去 有一兩個中醫的足指 要負資金 中醫可以讓他做科研的大事 才可以做到這些 所以如果放進去之後 我用同樣的錢給大學做 大學可以更快速和更有效 管理中醫的問題 那你們說人材流失了 這是歸咎於 因為他們身高問題 肥腸瘦下 其實現在我們看到人材流失 其實因為他們工作人好 現在他們不想在醫院做 開私家醫院 我講的是看醫院肥腸瘦下 現在醫生肥腸瘦下 不是醫生肥腸瘦下 還有我想說的是 我沒有說他身高不足 所以流失他是福利不足 為什麼呢? 我說他要做牛做馬 因為福利不足 現在公立醫院的人手不足問題 你覺得現在醫生給你 你怎樣救 給一千是否合理 這個同樣的問題 因為就算 現在公立醫院的問題 是有人手不足的問題 所以才要放中醫師進去 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中醫師進去 不可以解決問題 多了人手只不過 不可以解決問題 不可以解決問題 那時候 這些問題 不可以解決問題 非常好 因為你們自行 歡迎 每次都好 例如中醫的病例是有提供 我幫我第二項 就是中天洲時我幫我所說 進入中醫醫療宴的時候 病人進入高達醫院或中醫院 之後應該怎樣呢 好像之前有一個主診的西醫 有機會因為病人有一個主診中醫 還是每個病人都有主診中醫或西醫 兩個都有 但視乎情況實在是癌症病人 他們就先接受西醫的喪嚴症治療 然後再用中醫去幫他們處理 所以我跟一個人學習都要 所以如果中醫跟西醫 兩個人對療程有分歧的時候 西醫醫院要用手術加密一遍 而中醫醫院覺得真的可以選擇 就可以能夠解決什麼 所以最後要誰說事 病人說事 最後呢 我跟一個人說要病人說事 但一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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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是說不好事的 沒有人說病人就不能選擇什麼療程 所以有分歐是理解決 是不關中醫的療程 而是有分歐自己幻想 你叫做病人說 他能夠被人選擇 不重要 有分歐第三個問題 就是有分歐用事外看中醫 普通腾身性還是看 可以做什麼 不可以做事情 先去看 普通腾身性 我們看到普通腾身性 即是第五類的位置 這是非常大問題 現在是補充現時 會不會去中醫院 現在是沒有中醫院 現在是有分歐 那甚麼時候會去中醫病 當他們覺得他們有需要去中醫病 都會去中醫病 所以有朋友說 現在有朋友說 現在有朋友說 要喜歡對你來看嗎 大家要說對你來看 連續會有做法 用最先進 做準 應該喜歡 請你來看 評判有問題 各位 大家好 聽完尤方煮遍小分鐘的翻譯 反而尤方帶下兩大錯 第一 尤方說中西醫可以獨立處理比較輕鬆 原來尤方今天都知道可以互相協助 因為尤方跟我們說 癌症 西醫可以負責一些比較暗方的清晶治療 比較損害身體 但幫他們消除癌 也有可能損害身體 但我們可以用中醫去調理身體 尤方是減少西醫療的負責用 今天尤方跟我們說 原來中指其中一個就是要預防的病 所以不知道尤方有沒有聽過 中醫最大的尤方是可以預防的病 而西醫是做不到的 第二 尤方說今天 尤方的局管理不遷 所以中醫的地位反而會避免 其實今天尤方看到問題的所在 就是原來中立醫院醫生的人所非常不足 但我們看到公立醫院的醫生和病死率為0.9 比1,000 人所不足的問題就是不育室市 而相反中醫服務有一定的人數 就例如在2015年至2017年裏面 18間中醫教研中心的求診人數 分別超過110萬 116萬和120萬 所以我們看到的就是中醫的服務 正正可以舒緩人所不足的問題 其實今天有些同學或者覺得解決問題 只需要改善公私營合作的現狀就行了 但其實現時由非政府組織主導的方式 令到教員中心由於並非中醫出生的 非政府組織行政人員本的中醫 出現外殼人本內殼人的現象 中醫根本無法可以一言細依 或是一樣地實以專業自主 此外看到前線中醫聯盟也都指 政府不肯投資 繼續市場主導支付盈規的政策 令到中心中醫入職 月薪只有萬百元 原地月細液的六萬元 防守人家藥 只有納入公營體系 逐步建立業外規管 才可以調達生存架構 才可以根治問題 其實今天香港前線中醫聯盟2015年 訪問過多家三方合作中醫場所工作的中醫師 其中對培訓質素十分滿身 給予平均的3.12分 可見在資源流行的情況之下 但有良好的培訓環境 更不用說推動發展 以時制度下 中醫師一般原職訓練之後 就要加入私營市場的創意 這些人手化難過 食競爭出現 不少索性能入內地中醫市場 可見中醫之餘 因為補完錢制度而不備善動 起二十幾點 今日的面題你答應了 謝謝各位 請問一問 請問一問 時間為兩分四十五二六 補完錢不需要九分 請問一問 一問二問三問 停止 請問之下 日體指引"! 若果同學所提出的 packed援軍部yt capture 禮服的橋 因此就有遮復 所以 после 所提出的 over 警察 癌症的病人提供服務 並不歸為重症病人提供服務 同時你是不是想中醫疾愛中醫院的發展 想介入重討使用治療的福祀 處個位置得好 今天有一個主意問我們中醫有沒有價值 我可以一直都無妨用過中醫的價值 今天它不適合公益醫療系統 還有沒有用 不代表是沒有用的 所以今天我要審視這條片 必須贊助中醫院的發展 以及公益醫療系統的負擔 在這個角度出發 我們要審視這條片 其實我覺得整天要解決 公益醫療系統的負擔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提出要把治療分布 公益醫療系統 它只會把治療放在西醫上的配號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是改善西醫的配套 而不是這樣將中醫吶吶去分佈資源 因為中醫根本不會分佈資源 我們現在可以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可以改善急性身服務 並非一個人入大學管理中醫院 同時跟業界溝通 說他們是適當的協助 一方面有需要可以去中醫院提醫生 減輕對公益醫療系統的負擔 另一方面又可以將資源可善處理 解決中醫和臨時的問題 所以我可能不明白 為什麼我會覺得我方的細節 我方的方案未能解決中醫和臨時的問題 關於方案的立場 很簡單的 它覺得中醫做了很多事 但是西醫做不到中醫做到的事 所以應該將中醫納入公益醫療系統 去解決一些現時公益醫療系統的很大的問題 但是這個方案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來稱不上的 所以我先不如提回有方案的標準 方案的標準就是要解決公益醫療系統的問題 我先不如提回 不過我先留意一下 現在很多醫療上的事 中醫和西醫都做不到的 只不過政府說這些劣化 還未引入公益醫療系統 我只不過要將這些劣化引入公益醫療系統 那時候的成本效率也會大大提高 或者病人的死亡率也會大大降低 例如在心房戰動、軟房部門兩方面 中文大學的醫生亦都表示 如果我們進行心臟篩殺 我們中風的發病率 每年可以減低400宗 因為中風而死亡的個案 如果我們進行一個軟房補殺 我們只需要幾年 就可以降低20至38%的瘀癌死亡率 對比中醫頭降大量資源下去 是要用很多時間才做到所謂的成效 變成天冤之變 其實更甚是 有60名中醫師在2014年 公共互傳發病了一份名為 不要藝中醫院的報告 他指出 原來如果我們將中醫服務 納入了公益醫療系統 我們會出現中西合法這個大問題 這個情況 而中西合法我們都試過 而正正就是因為內地中西合法 所以中醫西化 中醫長期處於劣勢 中醫發展受到疾愛 那麼方龍 你剛才跟我說我們要推動醫療發展 我們推不推動醫療發展 甚至方龍的標準 他們要解決公益醫療系統的問題 我方的方法可以解決得到 他們要有助醫療發展 我方就明白 為何方法可以有助醫療發展 多謝各位 各位請問 再多謝各位 我方法可以解決公益醫療發展 各位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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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問 我們請問 我們請問 各位請問 大家請問 我們請問 做不到很多舒緩性的治療 只可以提供到病床病、癌症病 做舒緩性治療 其實我們看到現在 中醫直接可以幫忙做舒緩性治療 可以幫西醫解決這個問題 只要整個額外部款 來中醫去做這件事 就可以分擔現在西醫的做事 西醫可以專注做 你本身做幫忙救 或者治癒其他很嚴重的症狀等等 而剛才有些朋友覺得 西醫是做不到 有些西醫和中醫有些重複 做不到中醫所能做到的問題 其實我都沒有說過 我們剛才是認為 中醫可以做到幫助輔助西醫的作用 是做輔助的作用 即是可以在西醫做到放射性治療 之後中醫幫助病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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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有甚麼朋友 甚至我幫助理和醫副 香港市民對中醫療推迫的年齡一直增加 因此之後不會落貴了我們公營的複狀之餘 而且香港仍有非政府組織 就是願意拖遷市場 開始中醫院服務市民 在2014年施政報告宣布 將雨樓張北老百姓閣 以為公平土地發展中醫醫院 2016年的時候 鎮會大學表示有願爭取主義 營運權 而東華三院則表示 如果財政女學的話也會可能參與 情況是現在有機構員以來經營 這些中醫院找其他中醫層所 但因為不夠資金而被限制 現時也有市民去看中醫 所以政府應該將中醫毛磨蠟去公營 這條體系 以給更多的資源去發展和做科技 加上現在中醫 中藥開始廣泛受警 地區認可 在神龍本草經裡面 曾經記載過一種草藥 並將它列入為上等藥創 它就是金草 它零單止在華人世界有名 它亦都被美國國家癌症研究中心 變為一套抗癌食材 做以上事件 可以見到中藥得到其他國家的認證 可以見到它有真正的功效 值得相信 而且這些中藥也可以 摺點在民間普及 做到更加知道更加多的人 而且剛才有一位網友說過 中西醫分流被它在非緊急方面的情況 其實我們的方法是 將中醫是將第五類或第四類 非緊急或是次緊急的病人 可以讓他們選擇用中醫的服務 或者西醫的服務 我們選擇其實也包括在病人手上 專門是有病人自己選擇 不是一直由醫管局或者醫院自己 或是放在中醫部 還是放在西醫部的問題 所以今天這題你答應了 各位 各位 正方第二部 鎖化現時間 2分3個 沒有確實 不需要回答 然後他三方第二部 是三方了 其他評判 有很封閉 很堅白 只會煮液外話 是要發展中醫 中醫是在香港加入普及 但公辨台以赴代表 梁中医在这里面的 就是辅助西医 例如西医癌症 梁中医都输了你的病情 因为梁中医地位高的时候 梁中医只为辅助西医的时候 为何他的地位会高了 因为梁中医的时候 是急性疾病 梁中医的治愿是很少 梁中医辅入医院后 治愿会多了 梁中医根本就不当梁中医 是首要派治愿的一个行 因为梁中医会觉得 梁中医辅入医院后 就会多了资源 梁中医完全无法称之后 梁中医有一个行动问题 有两个分析 第一个就是要先完整 这些梁中医的制度 和有助这些发展 第一个是梁中医的 因为梁中医的机会 是家人出身的 治愿人坏资源 梁中医的梁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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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中医的梁中医的梁中医 梁中医的梁中医的梁中医 终于梁中医癌 技术梁中医也终于 尽可能研究科学等类的问题 并称的梁中医 教育大学院在做中医 如果有了大學院,正是有了科學院的研究上,有了法治的手 如果有了公認治療程才能夠做這件事呢? 假如某個方都說了,如果有了公認治療程後,都不一定會有很多資源的手 那為什麼要投討症呢? 然後我問第二兩題是,以前科學院的醫生人手術不夠了 一個醫生會對於一百一千個病,不辛苦 可能是科學院的手術是西人手術,但醫生不夠醫生人手術 終於是否能夠做好手術呢? 根本政府就是,很多資源去前西醫回來 而不是農中醫去公認治療程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假如公認治療程後,他遇到一個問題,地位方面的問題 因為他跟外公說,要做一個扶藥的成績 那如果中醫是否有不滿呢? 當人來公認治療程後,將他排在很明顯地位上 就是西醫是高於中醫的時候,中醫會有受不滿的方法 不是否跟他跟他講過呢? 假如他跟外公認治療程後,現時中醫就有一個深層架構 但他在公認治療程後,就有一個深層架構 中醫人工就不會這麼大 公認治療程後,中醫有很多深層架構 他身材跟西醫一樣,還是低一點 如果是低一點的時候,中醫會有受不滿 當你把西醫放在前面中醫的時候,這個問題 中醫的方法是怎樣解決呢? 我現在看到是舒容治療 我現在都會說,中醫是治療來的 中醫來幫助舒容的病情 我現在看到舒容治療在930大學 公認治療程後,延遲了三個小時 在病状的時候,請問方法 那麼舒容治療,那麼被人輻射的時候 現在他將中醫立了公認治療程後 就有一個減肺治療 所以不可能他們都知道,中醫只是一個扶藥成績 如果立了公認治療程後 就是一個扶藥成績 回到處的治療的時候,他還沒有辦法去立大 而是同一間行為了公認治療程後 有更多人的香港教導力,他們會移民成績 我現在是定例的,我先來,我先來 我先來,我先來 我先來,我先來 庭光第二次面所用的針樣為三更多 我先來,我先來,我先來 我先來,我先來,我先來 我先來,我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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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來 我先來,我先來 我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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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每位面員都必須在無環節發言 如果環節必出時會再次發言有面員 似乎你發言多個面員所屬一方 都很想被骨的環節 會不會透過它 因為雙方有沒有問題 最後面的環節 就開始清晰方塊出一位面員 首先發言 公共醫院治療病的比例 達到0.9比1,000比例 有方法嗎? 平常有方法大問題 這也是細的比例 所以現在要發 不是現在方法要用中醫更細的問題 因為現在又方法 所以一張中醫男生都已經痊癒了之後 會不會被第一次多了一次 如果進入中醫院後 政府可以重視中醫男生 那我可以重視 那你進入中醫院後 會不會有更多權威 會不會有更多發展 但是分學所謂的科學 作為獨立發展由大學 其實都是不可行 因為他們大學只要副國成一家 但某一個有系統性 又可以將所有的健康比例 對 不過我們要和我講 中醫入中醫院後 是將它附助成側 這樣理會為何會這麼做 但是你所說的理由 但學管理 其實都不會令它地位高了 那麼分學大學正正 就可以將資源專注 放在中醫身上發展 在公然醫療系統 公然醫療系統 將中醫地位排得最低的時候 為什麼我會覺得它會支援發展 以及你們這些公然醫療系統 如何發展 如何和醫學發展 我們現在所說的就是 中醫一起發展 所以將它進入了公然醫療系統 之後 中醫可以互相幫助大家 才不會令其中 被人的運氣變低 不過我跟他講 中醫是輔助性 就是地位低於西醫 現在互相合作 可能我跟他講 中醫是中醫地位 會高於西醫還是低於西醫 或是低於西醫 其實我們可以在醫院中 幫忙幫忙 例如像中醫的病 是中醫的 現在可能要大概七成六 可以幫忙 我們如果需要用中醫治療的病 可以幫忙 幫忙西醫的食物 可以幫忙 但你覺得中醫治療的病 如果將他加入西醫 是一加多二的問題 但其實不是 而兩個加起來 是有幾個有牌子的狀況 就像我們所說 他們兩個人都會發生 五百合困 有可能我問 你們覺得中生後半 會發生什麼問題 但我們首先發生什麼問題 都是醫生病的意願 而我們看到 因為看中醫的人數 有一定的人數 就是每年研究所 都有大約一百五十萬的人去看 所以根本有一定的人數 就是一定的人數 就看中醫 我之後我同學覺得 中醫危法沒有問題 中醫西法也沒有問題 中醫處於弱勢也沒有問題 中醫疫繼續發展也沒有問題 看回內地 內地都是中西醫法 出現了什麼問題 連那些中醫博洩 中醫的大師也跟他說 中醫博洩 是不懂用中醫去醫病 這個問題是怎樣解決 首先我們從來沒有說過 中醫危法這些東西是可以的 因為我們所說的是 中醫留在中醫後才有它的好處 而且其實你所說 中醫留在中醫不可以留在中指 是因為它會扶回別人的中指 但就是因為現在中指症 尚重於解決法 就是不斷阻止 這個不治本的問題 所以才要將中醫留在中醫 大家一起幫忙 才可以幫助到病人 好了 我整理了 因為中醫病急性疾病 中醫不留在中醫的地方 中醫不留在中醫的地方 加上很理會中醫的地方 因為你跟我說 你附了西醫 西醫院行業之後 中醫醫師做了宵明治療 我看到宵明治療 在公醫的體驗之後 它只有三個宵明治療 中醫的方法 不足夠 中醫有聽過療防性瘀治 其實中醫可以幫助強化 食體徒入身體 你覺得真的可以更加 去抵禦病毒 或者其他侵害毒 不用那麼多人提出 可以幫助解決 治療人手的問題 我先講一下 在何科學的方案底下 我們都有中醫的訪問 我們都有中醫院 只不過我們不受醫院的管 為甚麼 因為這樣資源會更加妥善的 那種醫院 終於可以更加如此發展 從我身邊的想法 智庫型貸有甚麼問題 就是現在很多次出現了 資金分出的問題 然後你說說 那個方法可以妥善幫助 其實根本不是 因為你獨立這樣發展 其實沒有人可以保證到 那些錢是用在哪裏 就可能出現了 你們所說的行政問題 就好像未上修 那些錢就不是用來研究 而是給了一些行政高層 好 剛剛說 智庫型貸問題是甚麼 其實智庫型貸貸之間 就要解決問題 假如你說中醫要留 當然要在這裏 但問題是 因為醫院都不會重視中醫的時候 因為要不重視 因為治療急性疾病 或是成功了 就是舒緩病治療 但根本就不重視 至於治療會不穿病治療 所以這個方法 他來說 沒有一個方法 你沒有聽到我講 我覺得現在的中治 的確是可以輸 的確是要化 但我們所講的未來的發展 我們看來更多的原因 我們需要除了幫病 的原因是他不接命性 我們更加可以令他預防 令他不會發生這些病情 那不是更好嗎 我想問有份同學 在我科的方案底下 有甚麼東西是做不到的 你所講的獨立發展 其實不是很可行 因為有時候 如果你由大學管理的話 根本沒有一個真正 又權威的人 就好像勤同無首 大學有教授 這樣也叫勤同無首 大學的教授 不可以去帶領中醫 可以呀 可以進行教員工作 不像有份同學 折外中醫發展 還有我深入教授 同學 今天肥不順手下的問題 會怎樣出現 還有是否真的存在 但現在醫科 可以更加好管理整個系統 即是全國這樣操縱 不是分開過一間大學 你知不知道有多少間大學 你喜歡的房子 喜歡的房子 我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原來今天香港有三間 三間原本已經有一個 教員的診所出現 教員診所其實沒有把成本 專家在病人身上 我們一直都是維持著 一百二十十元的成金 即是我跟香港人 轉家在病人身上的問題 並不住 所以我請問我跟長老爸 今天公認醫療機的問題 究竟是什麼 我們不覺得公認醫療 是這麼一萬歲 所以才把中醫療 公認醫療去公認醫療 我非常不像有一個問題 都不像有一個問題 Open doctor 你好承認說 師父子用療程 都不會足夠知的 今天中醫療家那句 那最終醫療程 看提前 公認之餘 這項目的發展 其實很難配 我們問是想知道 就是這樣的問題,而不是體系的問題,而是人本體系的問題 我們在中醫發展的角度已經看完了 我們不如做公園醫療系統上面的課 今天我開放,我能否解決到公園醫療系統的課 為何不解決,為何不解決 為何不解決 今天有幫同學說,你們幫我原來很完美很完美很完美 可以妥協解決所有問題 其實我們幫見到的問題,你說的大學教授 我們一起做大學教授 再加了一遍 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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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 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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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遍 三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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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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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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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